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阳谷 好了 好了 都是混官饭吃的 还保重什么 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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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虎英雄 走吧 听说你在阳谷是个都头 这衙门里的规矩你不会陌生吧 不懂 请略知一二 我本以为你是个明世里的汉子 却想不到你是个点不亮的蜡烛 告诉你吧 按照太宗皇帝的规矩 凡是初来乍到的配军都得先打一百沙威棒 那皮肉之苦可不好受啊 既然是太宗皇帝的规矩 不好受也得受啊 你可真是个舍命不舍财的守财奴啊 柴官大人 听你这话里的意思 我把银子给了你 就可以免除这沙威棒了 对啊 那岂不是违背了太宗皇帝立下的规矩 打 有轻有重 若轻轻的打 那岂不是犯了欺君之罪 到时候你我可都担当不起啊 还笑 到时候你连哭都来不及 我告诉你 银子有 可你分文也拿不走 你呀 就在里边厚着吧 这小子刚来 油腻的东西吃多了 先给他涮涮油 洗个澡吧 放心吧 嘿嘿嘿 先给他涮涮油 懂规矩吗 什么规矩 坐牢的规矩 不懂 那就让你明白明白 你为什么打我 拿出孝敬老大的银子 就不打你 凭什么 凭谁的拳头硬 住手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武松 怪不得功夫了得 原来是打虎英雄 以后你就是这儿的老大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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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你今天是怎么办 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竟如此的上心 说话小点声 这姑娘 真够可怜的 从那么高的山上摔下来 要不是我今天去庙里上香遇见 他就没命了 旧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你呀 就知道福 他醒了 姑娘 姑娘 你就是武松 正是佩军 既是佩军 为何不跪 大人没有发令 我怎么敢跪 你杀了两条人命 他们俩 是杀我哥哥的 奸夫淫妇 杀了两条人命 只判了个发配 看来你没少花银子 不过到了孟州 你怎么变得如此小气呢 你是聪明 还是糊涂 我不太明白大人的意思 你不要装糊涂了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大人 你不要白费口舌了 要打 你就打吧 那好 本管营就成全了你 来人 在 佩军新到 一百沙威棒 使点劲 放心吧 不打你个皮开肉战 对不起你 慢 武松 你抬起头来 看你脸色苍白 可是路上得过疾病 一路上有差人照顾 武松没生什么病 胡说 人吃五股杂粮 怎能不病 刚才本管营问你话 你脑袋糊涂 胡说八道 上语不打下语 我看你病得不轻 打就免了 宽堂复审 来人 把佩军押入牢中 改日再审 是 老大回来了 老大回来了 进去 来 老大 走 老大 你没爱他 没有 你没花银子 银子 什么银子 没给 老大 你和管营大人 是亲戚 不是 我不信 凡事出来扎到的 都要想去查威棒 你一不占亲 二不花银子 没有不爱打的道理 原来他们是要打的 可后来来了个年轻人 跟那管营说了些什么 后来他们就不打了 而且还问我 路上可曾生了病 对呀 犯人生了病就免掉了 我说 我的身体好好的 一路上从未得过病 你们要打 只管打就是了 那后来怎么样 后来大人恼了 说我病得厉害 才胡言乱语 就把我松回来了 老大 这八成有贵人 在背后保护你 贵人 什么贵人 哎呀 你不知 我不知 这贵人是不露面的 老大 这几年你在管营里头 就不会吃苦了 先别高兴得太早 只怕 凶多其少啊 此话怎讲 以前也有过硬汉子 顶撞过他们 他们当初也没有打他 可这过了一段时候呢 他们就会给他一些 好酒好饭吃 这酒里面和饭里面 都放了药 吃了以后 这